喜欢音乐的嘎嘎与洛洛演奏维里安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 在儿福联盟小舵手助学计划的资助下 小舵手嘎嘎与洛洛开心学习吉他与长笛 往音乐的梦想前进 所以今天我们会问一下嘎嘎跟洛洛 你们选择乐器的过程 还有接触长笛接触吉他 接触是一个什么样的音源忌讳 我一开始就是喜欢唱歌 然后就看人家彩吉他边唱 边自然自唱这样就觉得很帅 然后就去学了吉他设 后来妈妈一开始就很反对 然后到后面就是叫我唱他想要听的歌 然后妈妈就很支持我 那郭默你也是怎么接触到长笛了 我是国小的社团 我国小就学了哦 就是老师就是因为看长笛社就是缺了 然后就推荐我去 然后我有回去问爸爸 爸爸也说说好啊你就直接去学 就是女生还要一个一技之长 然后就去学 然后就学了国小毕业 就然后想说国中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学了 然后结果社工找到我就说 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继续学 然后我说嗯 那我就把我抽空时间都拿来学这个 我觉得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他会去聆听我吹的每一首 他都会在车上说我今天听了好感动哦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考第一集之类的 我就说你好夸张 我会用我的音乐给他的心注射一种音乐性质的药物 让妈妈可以很开心很快乐 儿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启动小舵手助学计划 18年来持续赞助338位孩子 学习课后才艺 陪伴孩子追求梦想 特别邀请爱心大使韦里安与两位小舵手 一起拍点亮小舵手梦想音符影片 号召大众透过捐款来响应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一个翻转未来的机会 我愿意帮助小舵手们不因家庭困境中断学习 陪伴小舵手们寻找追求未来梦想的机会 好的谢谢韦里安 我想就是儿蒙30年来一直都在协助弱势家庭 但我们在协助的过程中也会发觉说孩子除了吃饱穿暖以外 其实他在人生上也会有想要追寻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他如果喜欢体育 喜欢音乐 喜欢艺术 我们是不是能再多一个资源去协助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在19年前开办了小舵手的助学计划 希望就是说如果孩子他真的会有兴趣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陪着他一起去寻找师资 寻找资源 然后一步一步陪着他们学习他们的才艺 然后透过这些才艺的学习 他们可能会增进他们的一些自信心 然后拓展他们的眼界 对他们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好的 非常简单 有如我们这个牌子上面所写的有三种方式三种行动 第一个行动成为助学人 我们就是每月定期捐款资助弱势孩子 音乐类就是会有很多种的看他们喜欢的乐器这样 那体育方面就看孩子喜欢游泳啊 跆拳道啊这些的 都是跟孩子一起去讨论 然后看他喜欢什么 你定个人的目标 然后我们再开始寻找相关的师资 我们多半因为是弱势家庭 所以的确是在学费上我们都是全而资助的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碰到的困难在于 比如说有没有相对的失职 所以我们还要陪着孩子去找这样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交通的问题 所以当孩子如果年纪比较小 然后他的那个才艺班不见得是交通可及的 就要家长在支持负责接送 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些裁判老师是很投入的 他是主动自愿来接送孩子 因为家长有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说只是付学费的问题 是怎么样能再怎样的安排 让孩子可以顺利的持续的去学习他的才艺 小舵手跟其他的方案比起来 当然他的募款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一般社会大众都是比较关注说 孩子应该是要有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这是我们持续努力的 因为我们等于已经做了19年 我们希望孩子这个学习才艺的东西是不要中断的 我们也除了照顾儿蒙服务的家庭 我们今年开始也企图除了儿蒙的家庭以外 去连接社会局的一些孩子 比如说他们如果也真的有心要学习这些才艺 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讨论拟定个人的计划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十几年来服务了300多位的小舵手 会继续再拓展下去 小舵手启航助学计划 帮孩子翻转未来 而福联盟指出 每一次学习都是弱势孩子改变未来的机会 小舵手助学计划资助对象从小学到高中生 助学计划分为音乐、艺术与体育三大类型 分析学习成效发现孩子们透过接触才艺课程 找到自己的兴趣与专长 甚至在师长或同侪的掌声中找到自信与成就感 而福联盟邀请社会各界一起来响应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圆梦与翻转未来的机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